第一个问题 有13位朋友们问说 想请问唐委员在简讯十年制的申请跟疫苗预约平台上 系统操作对年轻人是非常容易上手 但是对于一些不太会用资讯产品的长者来说 可能仍然是一个大的障碍 请问有什么方式在不影响功能里面来简化操作上面的程序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说 疫苗预约平台资料庞大 那要怎么样避免网络当机或后端资讯不够复杂 以至于好比像确诊病例上传塞车这样子的情况发生在预约平台上 这是预约平台的问题 那我就分别回答 我想我们在一开始有个朋友举手 那我们就有举手的 我们回答完线上的这个问题之后来处理举手的朋友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当时会采取简讯方式 而不是采取网细网读方式 确实就是考虑到有相当多的 比较是长者了 他使用的是feature phone 就是翻盖式的手机 他其实没有使用他网络网络部分的功能 又或者说我们看到数位机会调查 让我们知道说纵使是他有智慧手机 有20%左右的长者是不会下载app的 其实全年龄段了 20%左右是不会下载app 所以有什么东西能够既不需要让智慧手机下载app 又能够让非智慧手机能够使用 那是我们当时的一个design brief 就是我们设计师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不是能够在拿出纸笔填写的同等时间里面 去完成这个登记 而还要再下载app 还要启用 还要安装等等的话 那其实大家就不会使用这套系统 也就没有办法达到跟纸本分流 降低纸本的使用者的群聚的情况的 这个一开始设计的目的嘛 那所以当时挑选简讯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任何的手机 就算没有下载app都可以发送简讯 所以我们会把15码的地点码印在QR Code的那张纸上面 所以手动输入总是可以的 那我也有些朋友他刚好后镜头坏掉了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 除非他想要跟QR Code自拍啊 那不然的话 他通常也都是用手动输入15代码的方法 所以他有一个我们叫graceful fallback 就是一个优雅的降级 那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 就算是智慧型手机的使用者 其实他也有偏好的扫码器 好比像说像LINE现在已经支援了 所以LINE加朋友的地方就可以直接扫 但是呢 那个地方可以扫任何的QR Code嘛 所以你怎么知道这个是1922发的呢 所以我们现在就有很多专属的扫码器 好比像说台湾社交距离这个APP 它不是1922的 它是不会起反应的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知道说不会不小心扫到别的 那这是我自己现在最常用的 那或者是说机管家 在一开始也已经就是提供了非常好的服务 在机管家里面 他内建一个web-based的一个扫码器 但是对使用者来讲 他不用下载APP 因为他大概已经有装机管家 已经有加机管家 在他的LINE好友上面了 所以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如果一开始就有把 这种优雅降级设定进去的话 对于不太会使用资讯产品的长者来讲 特别是在可能65到75的这个年龄段 可以有更多的人加入 那当他加入 好像一个75岁的人加入 他就会呼捧引伴 因为他觉得他是advocate 是一个能够倡议这件事情的人嘛 所以他就可以去说服其他70岁的65岁等等的朋友 但如果你不让75岁的朋友很容易使用或至少能够使用的话 他就不会变成你的倡议者 他会反过来说 那可能我们还是继续用手写 或者比较fancy一点会去刻一个连续章 不过我自己觉得连续章也不错啦 我并不是说一定要用简讯时连制 但是在简化操作程序上面确实是越简单的 他就越普及 那第二个问题 是说要怎么样避免网络当机 没有办法避免网络当机 只要网络在即使当机的时候也能够处理到一个程度 同样是这个优雅这样子的概念 举一来说 像我们疫苗的登记的这个平台 它的好处就是说 你在登记的期间的任何一个时间来登记你的意愿 其实你的资格都是一样 因为我们并不看登记意愿的前后排序 所以很多人说这个 他已经排到25万号了 100万号了 160万号等等 这个是没有任何操作上面的差别 因为实际上我们是按照年龄长幼有序 来决定这个资格 而不是按照排队的号码来决定资格 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 如果我们是按照登记意愿的顺序来排定资格的话 那一定第一秒钟就会涌入上百万人 那这个时候稍微你网路当机一下 这个后果就很严重 但是因为我们是采取长幼有序的方法 一个人当然不可能说 这个我为了抢票 我就提早两年出生 就很困难嘛 尤其有健保资料库的情况下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就不会把那个 就是压力集中在平台上限的前两秒 那个就是靠我们的机制设计 mechanism design来做到的事情 所以我是觉得说 最好解决问题的方式 就是一开始就不要有这个造成问题的condition 所以我们如果有各种各样子可能赛车的关卡 我们就会先去看说 那是不是把这种及时处理都改成批次处理 我再举一个例子 好比像说在登记平台上面 你会输入你的双卡的卡号嘛 好比像说健保卡的中间有一个居留证号或身份证号 左下角有一个健保卡号 这两个都输入了 他就可以让你登记这个意愿 但是呢 如果这两个输入就是失败的话 他势必要问一下健保署说 这个失败是因为我的资料过就 而事实上你已经换卡了 还是说这一组真的是不match 因为随时随时每30分钟 就有可能上百上千的人在那边换健保卡号 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去问健保署的后端的话 同样的他就会出现塞车的情况 所以呢 我们就是每可能一天 先把前一天的全部都先放到前台来 只有在那一天的异动档再回去问健保署等等 那这个看起来是多做一份工 但是如果是你会打错卡号的话 那你每一次重新try的时候 你就不用再等个10秒20秒 所以同样的他的使用者的体验也增加 而且我们也减少了健保那边的 就是网络上面的负担 所以这些大概都是说 把及时的换成批次的 以及在机制设计上面 让他一开始就不需要 有那么大的流量上面的压力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